台湾人 台湾市 近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 我是陈慧芳 今天我们要介绍给您的这位音乐人是吴承佳 有关于他的背景资料 我们请台湾文史专家庄永明老师告诉您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提到很多 1930年的台语流行歌曲 那我们如果要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历史概念 就是说台语的流行歌曲 它在日记时代它的寿命相当短 大概只有89年的观音 我们讲89年的观音 就是说它从1932年变成一个风气的时候 到1940年因为日本人发动战争 那发动战争他们首要的就是要割却所谓的台湾文化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推行了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当然是所谓的皇民化运动 那皇民化运动他们对所谓的一个意识的一个牵制 相当严苛的 比如说他们当就是把台湾的传统戏剧 包括所谓的南馆 北馆 歌载剧 全部都禁掉 甚至一切都是要用日本人的习俗 作为衣柜 那这样的一个运动下让整个台湾的流行歌谣而沉寂下来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人物吴臣家 就是在当年所谓的日本人 在整个对台湾的歌谣进行一个高压统治期的 可以讲是最后的一个作曲家 而且这个作曲家他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学过深夜 因为早期整个流行歌谣的一个创作者 真的使用尊统音乐的不多 我们曾经介绍邓以贤 因为邓以贤他是数万学校毕业的 那音乐是他的一个必修的 但是音乐也不是他的一个专职的一个科系 但是我们觉得他说音乐有一定的一个素养 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吴臣家 他是真正的一个学过深夜的人物 甚至他还组织过一个交响乐团 叫做星亚交响乐团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吴臣家这个人 其实就要谈谈他的一些著作 因为他所写的一个曲子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影音词 就是说他最著名的一个歌 是叫做港编西别 港编西别 其实这个话我常常一直用这个歌来点破 1940年代台湾歌曲由盛奇走到 所谓的一个晋级的一个年代的 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因为这个歌他很显然的 他用了三个层次来谈 一个就是自由忙 暖爱忙 青春忙 那这三个美梦就是当年的很多 台湾人的一个幻想 但是因为所谓的一个战争 那这个三个美梦都破碎掉了 因为这个歌一开始就是点到那个重点 青春忙比人来收海 因为比人来踏手 那其实他这个歌 我们讲就是为那个年代的台歌要画上来 第一个修指服了 那今天我们谈论这个歌 其实我们也应该重视到整个吴秦佳 他创作的一个曲风 一般人在谈论他的作品就强调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港编西别这个歌 其实他就有很深的所谓的歌仔戏的哭调的味道 因为能够从传统的一个曲调的一个风格 来做新式歌谣的一个创作 其实吴臣佳应用的恰如其分 他有一段的那个所谓的一个西字词 就是那种表现的那种脱长音的那个感觉 就一个哭调的一个感觉 所以很多人对吴臣佳的很多歌谣 给予很大的一个肯定 但是我们也觉得蛮可惜的 就是说他等于是接触到流行歌谣的时候 就是在台湾流行歌谣的一个末期 那战后他又把自己所从事的一个音乐事业 完全放弃掉 脱离到整个音乐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一个令我们蛮遗憾的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年代其实他可以写很多东西 不过基于我们所了解的 吴臣佳后来就是搞一些小化名的那种 那种创作专利的一个登记 而把自己的音乐生命给割死掉 这是令我们感到遗憾的 听众朋友 吴成佳可以说是日剧时期 台语流行歌曲即将走入尾声的作曲家 而他的作品《钢彬秀扁》 《心忙忙》 《下面有做矮》 《温暮灾了》 几乎可以说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等等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